希望让信徒求得一年的事业顺利 许多的庙宇都会开放借发财金的服务 而这个酒甲为一山沟呢 也要让香客借发财金 不过呢强调是借了不用还 最高额度是6万元 但是想要顺利的借到 得靠拔杯的好运气 三个大红包里分别装着6万 2万及1万元的发财金 想求回家得先做这个动作 我们的执法是说第一天 三天之中第一天 我们只要执五个圣杯 我们就可以进入决赛 那三天下来第三天 我们九点半就来一个PK大赛 然后最高得奖组就是6万 第二得奖组就是2万 第三得奖组就是1万 希望大家都好运 能够拿到这笔奖金 元宵节起围棋三天 让信众拔杯 拔出最多行杯的香客 能带走最高额度的发财金 有别于大多数让信徒 借发财金的做法 九角为玉山公的发财金 强调要作为有缘人的事业基金 一毛钱都不必还 秉着我们主委 是希望说大环境的不景气 能够对社会有一点贡献 所以他就有这个开发金的由来 那开发金是希望说 指导者我们不需要他还 就说以这个开发金 让他去作为事业创业的本钱 他的基金能够成为他第一桶金 第二桶金的基金 大环境不景气 总金额将近10万元的发财金 让有福分的香客带回好运 不用还的做法 为庙宇增添话题 感谢欧元朱宇宏采访报导